因為他一千塊總共有兩萬塊放在這裡去田嶺工作 一下子就流汗 連我們他的新台幣都濕濕濕 所以說是在講這句話的意思 他的財產全部都是泥巴 當然很多啊 對不對 錢沒多 為什麼 現金沒有 因為通通是泥巴才是他的財產 呈現不一樣的方式來呈現他的財產 但是我們一般人的錢都是存在營養算數字 所以會不一樣 來看一下 我們的蔥是有稻草蓋著 稻草的目的在保濕 夏天太陽直射它要保濕 保濕它才能夠度過夏天 冬天要怎麼辦 冬天有寒流對不對 它要保溫 所以我們的蔥一年種四次一次一百天 它就需要這個蔥來做保護 但是你可以看到這一片的稻草 如果中草我們就買一萬三千塊 三星蔥的成本 所以三星蔥在這港的三星蔥在市民上 幾乎買不到 買到的通通是宜蘭蔥 待會回去的人有夠麻煩各位看一下 路的兩邊都有水溝 自己看 靠近這邊的是混濁的 然後對面的那個水溝的水是半透明的 那個就決定我們這邊的水是營養的水 給三星蔥吃 給它喝 這個它喝什麼 裡面有多種的礦物質還有微量元素吸 對面的水半透明的 我們喝完的水是不是會沉澱 沉澱就變透明對不對 透明以後那就是蒸流水 那我們是不是有噴農藥 農藥跟蒸流水在一起 然後就是那個透明的水流到海邊 那就是狀偉像他們種的蔥跟我們一樣 都做日本蔥 種三星叫三星蔥 狀偉叫做宜蘭蔥 他們宜蘭蔥就喝那個農藥水長大 請問各位要買宜蘭蔥